好莱坞淫魔制片人哈维·温斯坦的信心丑闻闹得沸沸扬扬 不断有女星站出来声讨行径 估计受害者高达40人 连串指控折射出好莱坞风光背后的阴暗面 奥斯卡影后珍妮弗·劳伦斯 星期一出席活动时就爆料 自己在16岁青少年时期就曾遇过电影制片人性骚扰 拥有性感丰满身材的珍妮弗·劳伦斯 在好莱坞发展初期就曾被女制片人要求 一丝不挂与其他视镜女生并排拍照 只用胶带遮住重要部位 还被嫌不够瘦 要她引以为健减肥 引以为男制片人为她打抱不平 不料男制片人却猥亵说 她看起来明明就很好上的样子 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要她减肥 让她感到极度受辱 而从那次起 她就更注重自身权益 认为这个圈子需要多点尊重 随着性情丑闻曝光 哈维温斯坦已经遭到奥斯卡金像奖主办单位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出名 而美国电影女监制凯斯林甘乃蒂则承诺 将采取行动 推动美国影艺学院成立一个委员会 杜织好莱坞电影圈的性别歧视现象 创造一个对女性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我们全部都是女性 我们全部都面对女性的缺点 我们全部都面对女性的缺点 我们全部都是女性